哈尔滨1944今晚隆重开播 最近令人期待的电视剧真的有点多 《追风者与凤行》刚刚看完 什么《成欢记》、《城中之城》、《城风踏浪》 接踵而来 我是刚刚看完了《城风踏浪》 然后《城欢记》、《城中之城》、《群星闪耀石》还正在追 那今天晚上一部重磅大剧又要上来了 那就是张黎导演的《哈尔滨1944》 张黎导演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吧 目前国产剧的最高分的神剧几乎都是出自他手 像《大明王朝1566》和《走向共和》 可以说张黎出手 这个剧就有了基本的质量保证 那《哈尔滨1944》之所以受人瞩目 也是因为他的演员阵容 不光是主演阵容 他配角阵容也非常的令人期待 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就有视频说过这个剧 男主是秦浩 爬山哥秦浩 秦浩去年因为漫长的季节又打火了一把 现在在这个电视剧圈也成了头牌 也成了顶流 女主呢是杨幂 杨幂虽然演技可能会有一些争议 但是杨幂的热度却始终是居高不下的 在女演员里面 他一直属于是顶流的存在 那这部剧更让人期待的是他的配角阵容 之前就说过啊 这部剧里面整合了去年很多大火电视剧里面的配角 像《狂飙》里面的刀割林家川 还有那个卖鱼的老莫 然后和秦浩合作了漫长的季节的 这个演那个小哑巴的蒋奇鸣 我专门有一个视频是介绍蒋奇鸣这个年轻演员的啊 他去年还出演了这个宇宙探索编辑部啊 也是很不错的一个片子 他的表演很有质感啊 他演那个小哑巴演的非常的出色 所以也很期待他在这里面的表现 就去年在很多片子里面见到他的那个非常出色的配角演员张子贤啊 去年在热烈里面 学霸里面啊 等等等等 很多电影里面都看到他啊 前一阵的那个灿烂的他里面也有他啊 这里面他也参与了 然后还有沙宝亮啊 然后还有那个一直演日本人的那个那个什么师爷号二啊 等等等等 反正配角阵容异常强大 而且以张导在圈内的号召力 可能还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大腕来客串 所以编导方面啊 从演员方面都把这个剧的期待感拉到了非常高的一个地步 那看肯定是要看的啊 有没有担心的点 有啊 因为这个剧情是放在1944年啊 就是日寇快要完蛋的前一年 但是当时我们并不知道日寇要完蛋了 只是知道美国参战了之后 这个战争的进程要大大加快 你并不知道他在四五年会挨了两颗那个什么之后啊 他会投降 所以在那个时候日寇是最疯狂的时候 也是整个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 所以1944年的哈尔滨啊 这个是斗争极其激烈的啊 这么一个时期 也是很多谍战类的影视作品 经常会选取的时间段 那在这个时间段里面啊 杨幂扮演的是这个女反派特务科的这个科长啊 秦浩是演他的救命人员啊 等于是救了杨幂 然后被杨幂带到了这个特务科 所以这里面应该 他们两个应该是有感情线的啊 那然后可能略有担心 也就担心在这了啊 如果感情线写的过于 如果感情线搞得过于缠绵翡测啊 就没有时间好好搞事业了 那再一个大家可能都担心的就是杨幂 从现在放出来这些片画来看 我没有觉得杨幂太违和啊 所以也没必要太先入为主啊 咱们看看再说 毕竟这是张导的作品啊 张导几大神作在那摆着 他也不会砸自己的招牌吧 所以这部剧我一定会追啊 相信很多朋友也在期待这部剧的开播 那到时候咱们就一起来看看嘛